各位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花园经200问的第83问 第83个问题 这个地方开始要探讨菩萨摩赫萨的无碍用 这个菩萨摩赫萨 我们在作用的时候 有十种无碍 那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里列举了十种 众生无碍用 伯土无碍用 法无碍用 生无碍用 怨无碍用 境界无碍用 智无碍用 神通无碍用 神力无碍用 力无碍用 有这十种 那接下来呢 就会开始被一个无碍用 有开出十种的说明 因此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探讨什么叫做菩萨摩赫萨的无碍之用 第一个叫做 第一个叫做何等为菩萨摩赫萨 众生无碍用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最终就是要广度一切众生 令一切众生皆成佛 那菩萨面对这一切众生的时候 他的心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让众生都得到大利益 他应该用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 才不会在度众生的过程产生障碍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探讨了十种 菩萨摩赫萨对众生的态度跟观念 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件事情 你在广度众生的时候 你才会产生真正没有障碍的大功能 第一 知一切众生 无众生无碍用 我们要知道啊 佛法常常讲这句话 听起来很玄 佛陀讲 我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但是没有度一个众生 我修了无量无边的法门 但是没有一个法门 我说了四十九年的法 但是没有说一个字 禅宗也讲 终日吃饭 不着一粒米 终日穿衣 不着一笔沙 那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其实在修行的时候呢 你会用法来装点 来作为我们修行的依据 但是当我们了解了法之后呢 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执着 就是执着了这个法 它才是唯一真实 那这个到最后呢 就会产生法直 反而障碍我们究竟的解脱 因此《金刚经》里面 就讲了一个批语 过河不需船 我们要过河 要靠船之 可是如果你已经过了河 你还觉得这个船实在是太重要了 你就把这个船背在身上 那继续再走 在接下来的这一条路 不需要船的这一条路呢 这个船再怎么重要 但是它就变成一个负担 因为你对它的重要性 它的功能没有及时的放下 需要船的时候 船才有用 不需要船的时候 你把船背在身上 变成一种负担 同样的 度众生也是要这种心态 我们还没有得度的时候呢 是众生需要法 众生需要接引 但是如果众生已经得度了 他自己已经能够自觉 那这时候 菩萨还心心念念的 不断的一直去 这个心系在这个众生身上呢 他其实就会产生一种挂碍 产生一种烦恼 所以有些人呢 他就用世间的事情来做比喻啊 我们常常呢 就是养孩子啊 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 把他是你的孩子 的这个观念 要先放掉 你才可以真正的养孩子 如果你永远都说 你是我的儿子 你是我的女儿 我是你老妈 我是你老爸 那你没有办法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亲属关系 因为这个彼此之间呢 都产生一种执着 产生一种互相的牵绊 但是我们不要去控制对方 不要把对方当成是自己的 那不是表示我们是无情无义 而是要尊重彼此的个体 尊重彼此的 这个 这个每个人的自我的选择 自我的决心 所以我们的爱 不是控制 也不是执着 我们的爱 应该是一种成就 所以我们对众生呢 也是要像菩萨讲的 菩萨是众生如义子 众生就像自己的孩子 你很爱他 但是不是把他占为己有 叫做爱他 而是要成就 让他幸福 让他快乐 让他有智慧 所以有些时候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如何来善待彼此 所以用错误的方式 给对方造成很大的痛苦 由爱而生恨而生厌 那这个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呢 都需要在好好的反省 好好的自我关照 虽然我们常常会打着一个名号啊 我都是为你好 我掏心掏肺 我含心如苦 我图什么 其实图的就是一个 自己希望对方也幸福 也希望自己能够快乐 那这样子的基础呢 就要必须要有一个关照的智慧 你才可以真正达到这样子的想想 这样子的期待 这样子的目标 所以这个地方呢 菩萨摩赫萨 他这个度众生 第一个心态 就是知道一切众生 无众生 那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观念 你有了这个观念 你用在任何的关系上 你会发现原来菩萨行 他所谓的众生 他不是另外遥不可及的一切众生 他就在你身边 就是你朝夕相处的这一些大众 不管他是生 是俗 是你的长辈 是你的晚辈 我们都能够 能够彼此之间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金刚经里面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他是教我们怎么样善用其心 把自己的心 做一个很好的调整 那这个时候呢 你跟一切众生的关系啊 就会达到最殊胜 彼此之间互相成就 又不会互相束缚 这样子的境界 好 那接下来呢 你有了这个基本的态度 不执着的态度 接下来 我们在第二个 我们还要知一切众生 但享所持无碍用 众生的烦恼 来自于想 这个想 往往都是妄想 但是这个想怎么来的 是长期 对于这个世界 站在自己的立场 认识这个世界 所以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思维 产生自己独特的观点 但是这个观点 它不一定是全面的 常常是有局限性的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在这个地方长大 我接受的是这个地方的习俗 这个地方的思维 我以为这个是对的 以为这是唯一真实 直到我们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区 你跟其他不同想法的人碰撞 你才会开始发现 原来这世间 所有的人的想法是不一致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思考方式 没有谁是奇怪的 也没有谁是不可以理喻的 只是你所谓的不可理喻 是依自己的理 而不是依他人的理 所以只是我们要换位思考 如果你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 所有的众生呢 其实就是妄想 不同的妄想 所以他产生不同的个性 产生不同的习惯 那如果这样子 你就会知道要怎么样 顺着他的思路来度他了 那菩萨要度众生 你要先了解他是怎么想的 你要先能够理解他的想 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试图说服对方放弃他的想 他不能够真正的了解 他自己想的盲点 那他当然没有办法放弃 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 所以在楞严经里面 佛陀他刚开始在教导阿难的时候 他就用了这一个方式 他引导阿难提问题 阿难想要问问题 想要修行 想要解决他的问题 但是佛陀没有教他 佛陀反而问他 他是怎么想的 他有什么想法 那我们一般呢 遇到了这个学佛的时候 每次师父问大家有什么想法 大家就不敢想 为什么 因为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愚钝 自己的想法不成熟 可是事实上呢 那是因为你自己在佛法当中 你感觉你自己好像 怎么想都是错 可是你没有真正的放下你自己的错误的想法 你的内心还是觉得自己是对的 只是在佛的面前 在师父的面前 你要装模作样 你没有彻底的去解决你想法里面的盲点 所以很多人出于自我保护 他不愿意讲出他的想法 如果你发现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呢 开始大家都不愿意讲他自己心里面真正的想法 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 那难道他不讲出他真正的想法 就表示他认同你的想法吗 不是 所以佛陀呢 他非常了解 一定要让大众接受自己愿意去讲出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才有办法真正解决自己的盲点 所以他在愣眼镜里面 他就问安安你是怎么想的 安安呢 非常认真的 小心翼翼的去讲出他的想法 虽然他的想法 的确有很多的偏颇 可是佛陀没有马上纠正他 佛陀先做什么 先说 假如你的想法是对的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自我解剖一下 所以就出现了西处真心 这么精彩的对话 我们看到这个佛陀的引导啊 他不是预设一个陷阱 预设一个洞让你跳下去 他是顺着安安的思路 让安安呢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自己去观察自己的想法 那这一切的精彩呢 在佛际里面常常可以见 我们可以看到 佛陀是一个很开明的人 他尊重所有的人的想法 那他也没有自己的立场 也没有强加自己的想法在别人的身上 可是我们在运用佛法的时候啊 我们没有像佛陀这种大智慧 所以只要呢 这个人不符合我的想法 我马上呢就否定他 所以最后 你度众生会失败 是因为你的方法 你马上否定 谁想要被你否定 谁想要马上被否定 所以到最后呢 他就干脆不讲 因为讲了都是被否定 讲了的答案也是已经被 这个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自我的表述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最不好的沟通 最差劲的沟通 那如果我们跟所有的人的相处 都是用一眼堂的方式 到最后呢 你其实没有办法度众生 你只有在自说自话 自己唱独角戏的份 菩萨不可以这样子 菩萨要知道众生他都有想法 但是他的想法 要给他有机会 慢慢的去发现 发现自己 但想所持 他要从自己的想法里面 跳脱出来 必须要先看到 自己的想法当中的盲点 但是既然是盲点 他就看不到啊 所以我们要让一切的大众 发现自己的妄想 是多么的不简单 但是佛法呢 他就提供了一套 自我关照 自我剖析的一个论辩方式 关照方式 他真正可以彻底的 让我们发现 自己的心有非常多的问题 有纠结的真结点在哪里 而真正的化解了这个心结 所以菩萨能够了解众生 他是从这个想当中呢 走不出一条路 因此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 就可以针对这种妄想 来施以各式各样的方法 到最后呢 可以真正的解套 那这是菩萨的慈悲 也是菩萨的智慧 那我们先了解 这个无碍之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度众生的时候 就可以慢慢的建招拆招 依据不同的想法 来为一切的众生 量身定做菩萨行的一个修行方式 那这样子呢 就是叫做法门无量试验学 我们最后呢 就会得到一个自在 怎么样的自在 就是你不管遇到什么想法的人 你都有办法 那这叫做 这个度众生无碍了 那希望大众呢 我们来学习 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试着接受各式各样不同的想法 先练习 遇到不一样的想法的人 你要保持开放的心 来接受他的意志性 不一样的想法 不表示谁比较高龄 他只是不同 如果我们有这种心量 你就会发现 你的世界是很广博的 而且你的生命越来越丰富 今天的开示 致指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